水晶说要消耻 那些戒指耳环需不需要做消耻 相信大家都知道 百云转九云正所谓天变地变人都变 大家要知道原来我运气是会改变的 Peter Sir将会在10月份 会有一个公益货完完全全免费的 我会在这个课题里面教大家 如何百云转九云行好运 要参加快些报名免费的 好了又回答粉丝的问题又是很有趣的 Peter Sir 水晶我很喜欢 甚至乎我会去买一些耳環 小型的戒指 我很喜欢水晶它帮了我很多 Peter Sir如何去消耻呢 是不是又好像将它浸在盐水中去消耻 当然 为什么呢 我们好像耳環那样 看到了 戒指它都有五金金属的 是不是 不管它是真的 这个是银 或者是金属都好 不管它 好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盐它是水分 如果你接触到它 很可能是会散受影响的 影响的功能 好像这些盐包那样 它都可能会有导致出来的 OK 如果你直接呢 会怕它会怎么样 想着它 好了 消耻可能会出现什么 散受一个情形出现 好了 Peter Sir 那怎么去做呢 如果我们有时候也有讲教过 用那些 4096音叉 但问题呢 它的力不够 它只是一个表面上 那我跟大家说 你一样可以去做 即是用盐去做消耻 但是呢 记得了 一定是外面有些茶包包住它 照去做 照去叶 但是呢 记住 一般来说呢 我们的消耻24个小时 但是因为呢 这个范围很小 这些耳环也好 我们照页 但是呢 很简单 你只要摺 大概三个小时 拿出来 基本上呢 因为时间短 那些湿皮 进不去 那其实呢 都可以做到消耻的状态 也都不会伤害到那些 那些旁边的 所谓的铁 五斤的 这些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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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可以 是 那些层面